我想要介紹一下Rentia社群 就是我們在做什麼事情和這件事情和開源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今天提的大部分的專案不太一樣 Rentia我們是做了非常多實體的東西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居住的地理 那其實談到居住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腦海裡面浮現的大概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可能一個大家還會有印象是 比如說我們前陣子高雄的陳中陳大伯的問題 那有人會說這個可能都是更新的問題 那也有人說這個其實不是都根可以解決的 他可能是比如說弱勢居住 加上我們裡面的公共區域治理 比如說廣闊會成效不張 導致的一個惡性循環的一個就是老房子的一個回護的問題 對那也有可能會有人想要房屋老化 這也是前陣子的新聞 這個是那個台北市其實有七成以上的房子 都是屋齡超過三十年 然後今年也是第一次六都加起來 30年以上的房子呢 首次超過一半 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30年的老房子 那老房子裡面其實大家會說 然後我們那個都市更新就是拆掉從蓋就好 但這個問題就是 但是很多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都市更新談了這麼久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的房子都是沒有辦法都根的 但是你房子老了大家沒有錢 維護它之後就會開始發現各種問題 比如說房子老了 其實裡面住的人也跟著變老 那這些變老的房子 其實我需要蓋電梯的時候誰要出錢 或者是今天我的外牆磁磚剝落打到人的話 那誰要來負責 所以這些成本到底應該是誰要來出 其實也是現在蠻大的一個問題 對 那最後是大家可能也很有感的 就是高房價加租屋配市 這兩件事情其實環環相扣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台灣人首第一次買房子的年齡 是一直在往後推的 那也就是說其實租房子的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因為租屋配市 就是基本上房東不報稅 所以其實今天政府想要 真的透過政策來去解決任何的桌問題 都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政府我們現在連 到底今天每個縣市有多少的房子在出租 都沒有辦法知道 那我政策推下去之後 我自然就沒有辦法驗證 它的成果是什麼 對那 剛講這些其實我剛其實可以聽到 我們在裡面的一些行動者 通常會是 我會提到的 說他可能會是政府 或是房東 建商 大概會是這樣的角色 那 但其實Rentia在想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 相識非常多是 尤其是在大改革地區 我們是租了房子之後 都住在裡面的 那這些人 呃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角度發聲 因為其實我們在 大部分 比如說591 或是很多的政策的倡議裡面 是看不到 從 從 承諸人的角度來出發 提他們的需求和 不只是需求和 呃 他們想要怎麼解決問題 對那 所以Rentia就想要從 這個角度來出發 覺得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 這個觀點 來去看 我們想要解決什麼 那 Rentia是從 2019年開始 那個時候我們想要做的是一個 很像591的找屋平台 只是我們設計的 介面呢 是專門提供給找屋的人 友善的一個介面 那後來 我們現在就變成一個 Rentia Tuesday 它是一個每個月呢 會有兩次的定期的聚會 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在裡面 比較像 輕鬆的閒聊 我們在聊城市的居住 還有 我們是用居住者的觀念出發 來談這個問題 那除了這個 定期的小聚之外 我們現在也在做一個叫做 第一間房子 就Rentia的專案 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實力 有非常物理的專案 我們是真的 去 自己住下一間房子 然後想要把它改裝成 整修成一間 而安全的 而且是可以負擔的 一個租屋的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 這整個過程呢 是可以把這個經驗 還有成果 都可以開放出來 來給大家採取 對那 我們後面就會 後面就會比較來仔細介紹 我們這個專案 在做的事情 還有我們在裡面 學到的東西 那 大家剛剛聽到 那個 我們想要自己租一間房子 他其實 在想的事情是 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一個 為房客 專門為了房客 設計的一個租屋服 因為其實我們從 一開始的找房子 到最後簽約入住 這整個過程 其實有非常多 是 現在的房客 需求沒有被 處理到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這邊設定的目標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找到一間 可以 需要的房租老房子 通常我們找租屋的時候 應該是看到一個 我覺得物況 我們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去看了之後 我喜歡 那我就開始跟房間 我們下台 但我們在這邊要做的事情 是第一個 我們要先找到一間 看起來破破爛爛 但是它其實是還可以少收的房子 然後我們想要用一個很低的預算 就是 30萬 來把它改成一個呢 是符合入住者的需求 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 和一般品牌公園不一樣 我們是想要 自己裝修完之後 自己租進去 就基本上是沒有在對外營業 對外營地 另外我們也想要驗證的是 今天我們用這個預算案 這樣的房租 租下去之後 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複製 也就是說 它的租金是不是真的是一個 可以負擔 可以讓大多數的城租人 可以使用的 這樣的 財務的結構 對 那 我就一開始做之後 有幾個 蠻有學的發現 第一個是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 一開始我們在找 租屋的時候 我們通常 心裡面的想像 可能只會有幾個點 是我一定要的 就是我們是去挑 看到的房子之後 決定我喜不喜歡它 但其實 當我們要開始決定 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想要把房子 改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開始去定義 今天我們 想要的那一個生活空間是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 具體 然後會充滿很多細節 因為你會 來去調查 比如說 跟我同住的人 它的需求是什麼 我的市場生活習慣是什麼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那我們會去做出各種設計 會想辦法 用各種房子去驗證它 那像比如說 後面這張圖 就是我們 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去畫了 我們最後真的乘坐一個房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房子裡面的配線 還有那個開彎的圖 所以一般 通常這種設計是 當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還會做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因為這個專案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覺得 其實既然是租來的房子 我們應該也要有 一個辦法 來去認真的對待它 因為 不管是租的還是買的 其實我們都是 在這個房子裡面生活 我似乎八分鐘 只有八分鐘 好 那我趕快講 所以呢 好 那我就要跳很快 所以 就是我們就做了一個 那個 就是 像這邊的例子 其實我們發現 整個旅程裡面是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拿出來做成服務的 比如像這個 這個是大概也可以上網的公比看 就是一個是 我們可以找一個網站 可以在這裡面決定 我今天找房子的條件 應該要怎麼樣 對 然後 對 那 再來的話是 像我們的 那個 我們在跟房東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後談了一個很有趣的約 我們基本上 這個約是完全客製化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談成 比如說我們簽了五年 房子比較便宜 然後 那個 房東提早節約的話 還要賠錢 這樣的約其實是因為 我們前面累積了非常多的過程 累積了足夠的信任之後 我們才去把這個約錢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是 等一下 好好好 那 那 等一下 四百分鐘 四百分鐘 好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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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直接跳到最後 那個比較最重要的 也好 我直接講完 所以 就是 那個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 我們的 我們在GNB的SLAG有群組 然後 這邊有看到我們有 那個寫了很多的文章 有共筆 所以 大家如果有 然後我們也有定期的小區的時間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直接到GNB的SLAG的頻道 叫Rentia Rentia 可以來看 我們的 那個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或是 如果你今天是有想要 那個 有興趣想要跟我們一起來做新的房子的話 也歡迎可以來頻道和我們聊天 好 那就 感謝大家